姜豆 种对的话很会生 长很长 五六根就可以煮一大盘 现在就来分享 怎么种吃不完的姜豆 掌握几个关键 就可以种吃好的姜豆 种植的地要先松土 地会透气跟容易生长 植物很喜欢 要种种苗之前 我们准备了有机质堆肥 约110公分种一颗 才能够让它们生长 它们可以生长很大的范围 有机质堆肥 搅在泥土里 有堆肥 蔬菜比较好做 底部 我们常有肥料 这样可以有根 深入 盖肥银黑部 可以防杂草 水分比较容易保存 找较健康的肿苗种下去 擦根竹子可以攀爬 它是爬藤植物 都类似爬藤植物 很容易缠绕在一起 另外它的枝条也会长很多 所以简直 签名一直都很重要 这里会多说一些 主要的枝条不要超过五条 每一条枝条都要有攀爬的空间 这样姜豆会长得比较健康 因为采光通风好 不容易生病 长果会很多 以下的状况 就是 每一条藤蔓都有攀爬的绳子 因此 长果会多到吃不完 豆子也比较健康 又好吃 这里 清楚的看到 每一根藤蔓 都攀爬在绳子上 不会缠绕在一起 很快 姜豆的藤蔓 就爬满了棚架 而且 长很多的果实 吃不完的姜豆 可以晒成豆干 风味不错 保存的更久 青草它是原味 也很好吃 也可以做成酸豆 可以保存 较久的时间 它的风味 更是不同 酸豆炒肉丝 加辣椒 好吃 又下饭 分享至此 祝大家平安喜乐